女孩被杀人犯斩掉双臂丢下悬崖 但在如此绝境之下 她却依然能够完成自救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事后更是一步步将凶手送进了监狱 可失去双手的她不仅没有向命运低头 反而完成了华丽的蛻变 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 成为一名远近文明的画家 创造了一段震惊世人的传奇人生 大家好,我是猫探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从轰动一时的美国历史名案 断闭女孩的重生之路 一探究竟 本案中的传奇女孩 名叫玛丽·文森特 与父母一起生活在赌城拉斯维加斯 案发时年仅15岁 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舞蹈生 梦想着有一天 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舞者 在全世界进行巡演 可天不从人愿 由于玛丽的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 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于是玛丽一气之下 选择了离家出走 一路搭便车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祖父家里 可没住几天 玛丽就开始想念父母 便准备再搭便车回到拉斯维加斯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9月29日下午 玛丽一个人来到了莫德斯托公寓 手里则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前往内华达州的字要 希望能够遇到一位好心司机顺路载她回家 而与玛丽同行的还有三位与她一样 同样想搭便车的年轻女孩 或许在我们现在看来 靠搭便车出行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在70年代的美国 这种情况却十分常见 而且一般来说 年轻女孩的搭车成功率都非常高 于是玛丽一行人并没有等多长时间 就有一位开着面包车的50多岁男子 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可由于车内装载着货物 里面的空间不足于坐下四个人 所以这位中年男子称 自己只能带一个人走 然后便将目光锁定在了玛丽的身上 询问她是否愿意一个人先走 由于当时玛丽已经在烈日下 站了快一个小时 身体早已疲惫不堪 而且中年男子的容貌 还与玛丽的祖父有几分相似 看起来非常面善 所以她几乎没有多想 就兴高采烈地同意了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将会是她噩梦的开始 由于当时正值夏天 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玛丽早已流了一身的汗 便下意识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好热 可她话音刚落 中年男子就突然伸手 摸了摸玛丽的脖子 帮助玛丽擦掉了脖子上的汗水 而这样的举动 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社交动作 因此玛丽非常的反感 可她当时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 想着可能只是司机比较热情而已 毕竟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 根本不会想到 一个跟祖父年纪相仿的人 会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反而在车里安心地睡了过去 可当玛丽再次醒来的时候却发现 中年男子的行车路线 根本就不是去拉斯维加斯 而是将她带到了一处荒芜人烟的洲际公路上 于是玛丽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向中年男子质问道 这不是去拉斯维加斯的路 你要带我去哪 这时中年男子称 这条路也能到达目的地 企图用谎言欺骗玛丽 可这条路玛丽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了 很清楚现在的行驶方向根本就是相反的 所以玛丽越想越不对劲 便随手拿起车后座上的一根翘棍 威胁中年男子马上停车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无奈之下 中年男子只好停下 而玛丽则连忙跳下了车 可她刚准备逃跑 中年男子就一棍子打向了玛丽的后脑 玛丽瞬间便昏迷地过去 当玛丽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身上的衣物都早已经不见 并被牢牢地滚绑在了车里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 中年男子对自己实施了不道德的行为 经历了一夜的屈辱 玛丽对中年男子早已恨之入骨 而她并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她很清楚 自己的生死就在对方的一念之间 所以一直在祈求中年男子 可以放过自己 并说离开以后绝不会报警 当时中年男子望着玛丽犹豫了片刻 然后突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说了一句 你想要自由 那我便给你自由 可玛丽还没来得及高兴 中年男子就从后备箱里 拿出来一把斧头 然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行为 竟然直接砍断了玛丽的双手 由于70年代的DNA技术还不够成熟 想要识别一个人的身份 除了容貌就只能依靠指纹 因此玛丽一旦失去了双手 那么就算警方有一天发现了尸体 也很难确认死者的身份 而这也是为什么 中年男子要砍掉他双臂的原因 而失去双臂的玛丽 腾得在地上不停打滚 可即便如此 中年男子也不准备放过玛丽 举起手中的斧头 就向他的头部砍了下去 而在千军一发之际 玛丽下意识地翻身躲避 虽说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也因此摔到了悬崖下面 躺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 可他并没有就此允命 也没有失去意识 而是强忍着剧痛选择了装死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被中年男子发现自己没有死掉 对方一定会再次对他赶尽杀绝 最终玛丽的隐忍也确实为自己赢得了一线生机 成功骗过了中年男子 毕竟这个悬崖的高度足有30英尺 也就是9米左右的距离 别说是残废的玛丽了 就算是一个正常人摔下去 恐怕也得丢掉半条命 同时中年男子也更不会想到 一位年级15岁的女孩竟然会如此坚强 能够强忍着剧痛愣是一声不吭 因此中年男子下意识地认为 玛丽必然是已经身亡 便立即带着玛丽的断手离开了这里 而在听到汽车驶离的声音后 玛丽如释重负 这在缓缓动了动残破的神区 也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叫出声来 可她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断臂的伤口正在不停地流血 若再这么下去 玛丽也迟早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这里 可这里四下无人 她又如何止血呢 而就在这时 顽强的求生欲 给了玛丽一股壮实断臂的勇气 为了止血 她竟然直接将断臂插进了沙土里 最终成功避免了失血而亡的惨剧 可她的自救之路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若一直留在悬崖下 那么玛丽也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于是她大喊一声为自己打气 开始拖着残驱 一步一步向崖顶爬去 可由于山坡实在过于陡峭 导致玛丽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短短九米的距离 仿佛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前 可她并没有轻言放弃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那就三次 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 玛丽终于艰难地来到了悬崖之上 然后立即爬到了公路旁 希望有人能够路过救下自己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却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气愤的事情 不久后 一位年轻男子恰巧开车路过 发现了满身红色的玛丽 该男子为避免惹上麻烦 不仅没有停车相救 反而加速离开了这里 令筋疲力尽的玛丽非常绝望 毕竟这条路上的行车极少 而且她的身体也撑不了多久了 可吉人自有天相 幸好就在这时 一对老夫妇也正好驾车路过这里 而他们在发现受伤的玛丽后 立即就停下了车 然后将她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 虽然经过医生一天的抢救 玛丽的命是薄了下来 可由于她的断手没有带回来 医生根本无法及时进行移植手术 因此玛丽永远失去了一双手 令她对凶手无比的愤恨 而也正因为如此 玛丽在手术以后没有进行片刻休息 就叫来了警方给自己录口供 她要趁记忆最清楚的时候 将所有的案发细节都说出来 以便协助警方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位毁掉她人生的恶魔绳之以法 最终通过玛丽的描述 警方很快就画出了一幅 非常有辨识度的凶犯画像 并掌握了凶手的车牌号 以及行车路线等信息 而警方也不负众望 在无数线索的驾驶下 仅仅几天过后 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此人名叫劳伦斯·辛格尔顿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 案发时51岁 尽管被捕后 劳伦斯始终不肯认罪 可警方经过一番调查 却在他的车里发现了玛丽的指纹以及血液 更别说还有当事人的指证了 因此铁证当前 他再也没有了狡辩的余地 原以为接下来等待劳伦斯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可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甚至引起了全民的愤怒 由于70年代的美国律法 对性犯罪的刑罚比较宽松 再加上受害者玛丽并未死亡 只能定他杀人未遂的罪名 因此他只被法庭判处了14年的有期徒刑 而这就已经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刑罚了 可这样的惩罚力度 与劳伦斯犯下的恶行相比 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审判结果公开以后 很多民众都表示了不满 就更别说身为受害者的玛丽了 好在玛丽是一个懂得放下的人 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做过多的纠缠 只因他不想被一个恶魔拖垮自己的人生 所以在劳伦斯入狱以后 玛丽很快就摆脱了过往的阴影 目光向前 重新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尽管从此以后 玛丽只能佩戴假之生活 但他依然能够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态 并在面对采访时发出豪言壮语 我虽然失去了一双手 但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双新的手臂 我相信终有一天 我的这双新手臂会跟以前的手一样灵活 或许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 玛丽这番话就只是一个小女孩的异想天开而已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玛丽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世人 我可以做到 因为真正不凡的人 他们从来不会守着自己的短板 自怨自艾 相反的 他们都拥有一种化腹朽为神奇的决心与毅力 而玛丽正是这样的人 她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因这双新手不仅早已不逊色之前的救手 反而白齿干头更近了一步 依靠这双新手创作出了一副副 精美绝伦的画作 虽然玛丽的学习时间尚短 目前尚未达到大师的水准 可很多名家都对她的画作评价极高 认为她迟早会在艺术界达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可就在玛丽变得越来越好之际 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6年夏天 也就是劳伦斯在狱中服刑的八年后 她竟然提前出狱了 要知道 以劳伦斯的恶行 当初只办她14年 就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满 现在又被提前假释 这无疑让人更加的愤怒 可就在这个时候 监狱方却声称他们的做法合法合规 因为劳伦斯在狱中表现良好 并经过专业评估后一致认为 她以后不会再做出违法的行为 这才将她提前释放 倘若劳伦斯真的已经改过自行 监狱选择了提前释放 倒也说得过去 可事实却正好相反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劳伦斯出狱以后不仅继续违法乱纪 后来更是在此犯下了杀人的恶行 1997年2月19日 一名男子突然听到邻居家里传出一声惨叫 于是透过窗户 恰巧看到了劳伦斯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正在袭击一名女子 便立即选择了报警 而在警方赶到后 劳伦斯还在现场清理罪证 因此警方将她当场抓获 可即便如此 劳伦斯却依然企图狡辩 称自己只是与对方发生了争执 这才不慎措手杀害 可经过法医的检测 受害者的身上至少有超过七处以上的刀伤 且刀刀致命 显然劳伦斯一定是在说谎 于是警方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将她送上了法庭 审判当天 玛丽作为品格证人 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而所谓的品格证人对应的就是品格证据 是指能够证明一个人品格的证据 并以此为依据 帮助法官判断 以嫌疑人的品格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法庭上 玛丽重新描述了一遍当年自己所遭遇的恶行 而在听了她的描述以后 陪审团立即一致裁定 劳伦斯辛格尔顿谋杀罪名成立 且以毫无改造的必要将她判处了死刑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执行 她就于2001年的12月 因癌症死在了监狱 可本案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纵观整个案件的经过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惨案其实完全可以避免 若不是当初法庭对劳伦斯的判罚过情 她又岂会再有行凶的机会呢 于是在本案发生以后 一个意义非凡的新法案应运而生 也就是辛格尔顿法案 该法案规定 以后的量刑不再以 是否致人死亡为判罚标准 而是以犯罪人的主观意识 作为审判的依据 简单来说就是 凶手只要有了主观意识上的杀人意愿 哪怕最后的结果是杀人未遂 法庭也有资格判处凶手的谋杀罪名成立 就拿当年劳伦斯企图杀害玛丽一案来说 最终的结果虽说是玛丽活了下来 可由于劳伦斯的本意 就是想要将玛丽置于死地 且杀人行为属实 所以在这条法案推出以后 她的罪行将不再是杀人未遂 而是可以直接将她判处杀人罪名成立 并经过了几十年的验证 证实了这项法案 确实能够有效的制裁不法分子 以及更好的一致二次犯罪的发生 绝对算得上是司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了 却很少有人知道 该法案之所以能够成功推广 玛丽可以说是鞠躬之位 毕竟身为案件的当事人 她的话自然最有分量 后来更是为了推行这项利民的法案 一直都在不停地东奔西走 演讲、研讨会、宣传等各个环节 她都有参与 可如此的成就 玛丽却从不会拿出来炫耀 因为在她看来 她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玛丽早已变成了内心富足的强者 根本不需要去靠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是一门心思的投身于艺术事业 最终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2009年的夏天 于加利福尼亚成功举办了属于自己的画展 以残缺之躯 达到了连健康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成为了一名远近文明的画家 完成了华丽的蛻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猫探长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希望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